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级重视这个问题 现在的重心中的医院那块 我们这块被人遗忘了 我们现在每天的运气量和火化量 是平时的4到5倍 我们的人员从清洁前到现在 人头上没有消息 而且还得不到人员的补充 那你现在说4到5倍是一天 像昨天你认为多少 我这个数字我不好跟你说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你光一个句话 我按照上级的要求 这个数字不请谁来说 我刚才已经给你讲了 现在的业务量是平时的4到5倍 4到5倍 那你这个业务量是从什么开始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么紧张的 从那月的二十九 这个数量就独断在上升 你说的就是说 已经达到最高峰 那月二十九应该是 原月二十三二十二二号开 开始人寿就感觉不对头了 这个人寿就上真的有点猛了 那你们现在是每天是三班岛吗 不叫三班岛领导 哪有人三班岛啊 我现在能够排两班岛都不错了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是 每天能够睡上两三个小时 已经是很幸福的了 那是你们辛苦了 那现在你看 如果是给你们增加人员的话 需要多少人 可以满足目前的这个量 增加人员 如果按照昨天的那个量的话 至少要给我增加四十到五十个人 四十到五十个人 那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我现在有一百一十多人 一百一十多人 你们一共有多少个炉子 我的炉子硕备 共有十八台 但是能够使用的只有十一台 十一台 能够使用的只有十一台 那你这一个 为什么只有十一台 就是他妈的一帮人 其他我本来招标 搞的 最好让你帮人妈的 从不差点 我们坚决事实 但是不能拿妈的 那你帮人 无事实妈的真正 算了我不想跟你做说 你这样一这样 搞的我们十个 十个修法没有 我们建成那底下难了 那你那些 十一台可以狗躲 那是不能狗躲的是坏了吗 还能不能修 脑子坏了 脑子是完全不能修 前年 好我们也通过 市指挥部 从外地 找了两个维修工过来 你知道现在封城 我跟你说 我马上派人来 给你维修炉子 你现在是需要什么 我问你 你现在需要什么 除了需要人 四十几个人 还有什么 我现在叫他人 我的人 太疲惨了 太疲乏了 今天得不到消息 你刚才还说三班倒 我现在两班倒 都做不到了 哎呦 那你这两班倒 二十四小时 那就一班 就得要十几个小时啊 我的人员 都没回家了 领导啊 哎呦 那你现在一个人 一个炉子 要几个人看 这一个人看就行了吗 我一个人要管 几台炉子 嗯 我火花工加上维修的 总共才是十二个人 那你刚才不是说 你有一百多个人吗 一百多人 还有些女同志 我现在车袋那边 我九台车 每台车配四个人 两班倒 领导力散散 我全管的男同志 全部去接你尸体了 那你一台车能当 女同志都去港调度 接电话 消毒 那你一台车一次能拉 几岁几个人啊 以前一台车拉一个人 现在呢 现在我们把里面的 现在把里面的格子 那些东西给拆掉了 再少拉两个 然后把有的 把我的那个 那个以前不是冰藏式的 中巴车 嗯 一直卸掉 一次拉七八个 哦 这样的话 那你十几十一台炉子 哦 那你这十一台炉子 那是少了一点 那一台炉子 那处理一个尸体需要多少时间啊 五十分钟 五十分钟 哦 那能不能缩到半个小时 这个能不能缩短 缩不了 缩不了 那那有些地方说是四十四十五分钟 四十多分钟就可以了吗 那我不知道人家的设备是怎么回事 哦 你们的五十分钟 缩到五十分钟 对五十分钟 那也是够忙的了 哎呀那你这个真是够忙的了 那我不是中午 我最要崩溃了就是这样 那你原来正常的情况下 不需要晚上职业班的嘛 对不对 以前按照武汉市的习俗 嗯 十二点钟以前要落脏 嗯 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大清早 早上六点多钟开始上班 对 火化 到中午就不干了 哦 对 现在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告诉您的 一起接应起来 立即火化不停 哎呀那这是个现在够忙 还有一个了 那你现在每天能不能 现在拿来的能不能完成 有没有积压下来 放到第二天做的 火化的 积压的这个情况 还不是太严重 嗯 主要是那个一起在医院的 我们接应不及时 哦 就是缺少 嗯 哎呀 哎呀 那是 那至少这个你们书记应该 嗯 嗯 因爲 便人死了以后 要我们一个半小时以内把移型拉走 对 那是 那你叫他派车来啊 你叫他派车拉过来嘛 你们负责烧嘛 有人没人要乘买车 哎那你交了个书记 你说你给我拉个人过来 我是书记 对 我们现在主要是能力的问题 车给我增加这三四辆都都可以了 我的能现在受不了了 人给你增加四五十个人 人不停的去搬运接人 哎呦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去蓝图子全部投上去了 没有人在外面 人正的都上去了 嗯 对啊 你知道他们其他几个殡仪馆情况怎么样 如果比我差 不会比我好 哦 你们跟他 你跟他有来 有沟通吗 有沟通啊 嗯 你最近跟哪个殡仪馆沟通过 我跟汉国殡仪馆沟通过 他现在的业务量比我还大 他的压力比我还大 嗯 除了这个医院之外 有没有这个就是社区 直接给你们拉来的 有些倒在路上的 他就不一定去医院了 对不对 有 嗯 前几天我做了个统计数据 嗯 我们现在呢 就是前几天的数据啊 嗯 数据不代表这几天 对 前几天我做了个统计 嗯 嗯 百分之三十八是医院接来的 哦 百分之六十一是在家里死亡的 哦 所以说这个就医的情况很不好 前几天 对 你想想 百分之六十都在家里死的 哎哟 当然这个家里死的不一定是这个肺炎啊 其他我说的这个数字 还有区分肺炎和肺炎 对 现在大部分都是 这帮狗官把这个城市管理的一塌糊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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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多少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他说四十多个不到五十个 是不是这样的 我就姑且相信你一下 嗯 你说 我昨天总共接运的遗体 嗯 一百二十七个 嗯 招掉了一百一十六个 OK 嗯 然后确诊数 啊 确诊的 嗯 确诊数 是八个 我拖在这一百二十七个中间 根据死亡证书上面标明的确诊的 八个 嗯 写的疑识病疑识的 嗯 是四十八个 嗯 我这是全部有死亡证书在我手上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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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